那美鳳蓮的餐廳的老闆很喜歡拍照 所以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有一個叫做郎敬山 有沒有 他們一些很有名的攝影大師啊 他們就常常在那邊舉行他的攝影展 那攝影大師們就聚集在那裡 所以就聚集慢慢他們在談論這個攝影機的時候 相機的時候 這就有市場 所以慢慢就多起來 那商店都一多了怎麼辦 消價競爭 你知道嗎 那消價競爭後來他們發現 生意雖然很好 但是沒有賺到錢 請問做這種生意有沒有必要 沒有 所以他們就組織了 因為組織起來相機間 看一句話說 你全台灣要買相機 買任何相機到這裡來買 一定買得到 然後價錢大家都一樣 哇 差不多 自己搶要拍 pas 後面是甚麼